Sweetie I can feel the beat Stay with your eyes Change with your eyes Oh 康熙來了 Sweetie出道短短兩年 即以甜美不做作的風格 成為新一代的少男殺手 廣告美少女楊雅筑 成熟的外表讓人很難想像 她只是一個國中生 沈建宏至今演出多部偶像劇 但是你知道她今年才國小六年級 你相信這四位在演藝圈發光發熱的新人類 他們的年齡都未滿18歲嗎 學生藝人蠟燭兩頭燒 他們是如何兼顧學業事業的呢 今天面對這四位未成年無厘頭新主張 咱們主持人將會如何一一接招呢 更爆笑的內容即將呈現 Check i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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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觀眾的眼中 許希希當然是年輕可愛的 可愛這個是沒有問題 年輕也不算老吧 對啊 可是今天來的一些美女 好小喔 今天來的是小孩 他們是小孩 不是美女啊 是美女啊 以前你碰到這種 你碰到七年級生美女就要捏人家耶 那今天你可能要用鞭子抄吧 我現在已經戒掉這個壞習慣 我已經對於年齡的事情非常釋懷了 他覺得老了啊 開始變直想了對不對 已經看開了是不是 所以你不把他們當競爭者 還好啦 因為我跟我姐出道的時候 剛好跟他們的年紀一樣 然後我們當時就對於大人很害怕 然後加上去上課的時候 然後同學又會冷嘲熱諷說 您欣賞的也還好嗎 本人怎麼那麼矮內淚的 所以我想說如果我再欺負他們的話 他們的人生就太可憐了 不應該 對啊 不過你們也不要太囂張 不會啦 不要講 我們要接受到第一隊來賓 已經是今天的三組當中 最年長的一隊了 對 好 歡迎Sweeties 謝謝 你們也不年輕耶 有比你們年輕了 對啊 好可怕 糟糕 這是我們的專輯 謝謝 他們的新專輯當中還有漫畫喔 對 漫畫的故事是什麼 是我們這段時間在籌備專輯的故事 其實就是一個焦頭爛耳的狀況 就是反映了 專輯裡面的故事就是講 籌備這張專輯的故事 沒錯 他很緊張 他很緊張 是畫你們籌備過程嗎 對 因為我們在製作這張專輯的過程當中 就是一邊拍戲一邊讀書 一邊主持一邊做專輯 所以他把那個過程 一些好笑和乾口談都在裡面 所以公司是試圖要把你們炸乾是不是 試圖想要靠我們賺大錢 是這樣子的嗎 你們已經是新世代的搖錢樹了嗎 真的 還沒有人家也這麼搖 還在努力 對 媽媽有不小心就是在跟爸爸說 生到搖錢樹的時候被你們偷聽到嗎 剛才有 沒有 會注意的耶 你們兩個人原本來組團之前認得嗎 不認識 所以在一起以後才 就互相適應 沒錯 原本開始就是個不熟 對 所以妳最受不了她是哪裡 最受不了她應該就是 動不動就坦胸漏背吧 誰說坦胸漏背啊 沒有 她這個人很大辣辣 就是在於一些 譬如說她有時候會忘記自己 衣服可能有點鬆 或者有時候會忘記自己褲子很低 然後就會惹來很多 因為我真的知道她是無意的 因為我剛剛很少 其實妳比較坦胸漏背的小姐 沒有 可是妳看得到什麼嗎 妳看不到 妳轉過來啊 可是這不算啦 好 我懂 妳的意思是說妳會 譬如說已經穿這樣 妳就會不要讓自己曝光 對… 而她是會把整個奶露出來給大家 不是 奶露出來 是因為我不喜歡貼雙面膠 我會過敏 也是 所以可能就不小心會曝光 然後因為基於一個朋友的心態啊 看到別的男生色迷迷看她 我就會很虎 然後她就會大叫 劉平年 然後我就會罵她 對 她就會罵我 那很像我跟我姐的情況 很像我跟我姐的情況 妳也常常露奶 對 我姐就會說 妳不要再賣肉了好不好 可是我是真的刻意要露 不是不小心 好 妳知道她們兩個是高中生欸 我知道 然後她們今天有書包 妳知道她們背上書包 其實我的書包 我自己也覺得 跟我的衣服蠻不搭的 對啊 我也覺得我的書包 是我的 是她的 對 這是哪一家的 這個是泰北高中的 這是莊鏡 莊鏡高質 所以裡面真的是你們上課的東西嗎 妳平常這麼短嗎 沒有 沒有 我今天把它縮短一趴勾到就不行 對啊 所以平常背的時候應該要 側背的 對 應該是側背的 對 所以這樣用長嗎 要讓我背嗎 狀況大概是這樣 就回族門前 還要斜背啊 就是斜背的狀況 而且要背短短才可愛 但是她現在已經 現在流行背短嗎 就是要這樣短短的 然後走要這樣裝 有一陣子還流行背屁股 你知道在國小的時候 背屁股已經過了 現在短短的好像比較 所以這樣才時髦是不是 但我裝太多東西 妳幹嘛在裡面裝那麼多東西 因為今天帶的東西啊 是我們平常是現身的狀況 就是上完課要快速地去改通告 所以裡面沒有煙吧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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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他們有多好東西 那是你啦 你看我們兩個真的差很多 這就是我的包包 我覺得好心酸喔 你看它的 裡面除了有一些學生應該帶的 這是學生應該帶的 少年應該帶的對不對 沒有 這是睡覺的時候可以電 這應該是裝氣指甲 裝有在看禮物吧 沒有 因為我上課有些課 很無聊 OK 謝謝你 沒有說 這個是 這比較心酸對不對 這是感通告的時候 然後我們去學校其實都會戴眼鏡 就是想要低調 什麼 所以妳們是背著書包感通告嗎 有的時候啊 就戴去啊 妳們會不會把打歌符放在裡面 然後一下子塞得下 就在廁所化一環 或者是直接塞在制服裡面 有沒有這樣過 在制服裡面還好 還好 因為太熱了 對 但是有時候就會在學校廁所化妝 他們兩個講話真的有點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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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這個 新年級生一定會這樣子啊 我告訴你喔 怎樣怎樣什麼那類的 對 怎麼辦 等一下有一個中學生呢 妳發現應該講話會更幼稚吧 把她抓出來 好 妳看小燕的初小姐 哈囉 哈囉 謝謝 打足是國中生 剛畢業 剛畢業 其實假裝是比基尼是不是 對 所以妳平常在休閒活動是什麼 這是妳的書包 對 長安國中 對 剛畢業 妳也背短了吧 對啊 現在都流行這樣子背吧 這不是以前的太妹才這樣背 真的嗎 以前我們讀書太妹就這樣背的啊 她們可能沒有在講太妹這兩個字 好像也是耶 那妳們學校 妳們要怎麼稱呼一些壞學生 壞學生 古 古後女嗎 就是小流氓啊 那她覺得妳15歲對不對 嗯 OK 妳包包裡是什麼 怎麼那麼重 我包包裡也沒有什麼學校的東西耶 別人贊助的化妝品嗎 不是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顏色 所以我上課就會 就真的很無聊 我就自己拿 愛粉最新麻將肉 哈哈 為什麼妳那種有麻將品呢 因為我真的很愛打麻將 就是興趣 這是我興趣之一啦 妳去哪裡買最新麻將肉 這都是爸爸櫃子裡面的啊 妳這樣會不會太老氣啊 會嗎 15歲妳戴這書整個扣分啊 對啊 妳 妳裡面應該是放一些什麼貼紙布啊 就是有拍大手接的本子啊 那妳都跟合一行打拍嗎 沒有 妳跟誰打 就我上課就會就偷看一下 就躲在櫃子裡面偷看 那台皮是怎麼回事 台皮 騙人的啦 這是零食 上課 對 還有這種東西 就是要解胖 對 然後鉛筆和 上課的東西呢 眼鏡也是必備 上課都要戴眼鏡 然後 面書力打木 藥膏 還有眼藥水 就提神的 對 不然都會睡著之類的 對 涼煙 妳也錯這個牌子了 我自己有收集打火機 這也不是走幼稚掛就對了 也不是幼稚 好 妳的偶像是誰 杜德偉 那還滿少女的啦 真的 妳的偶像是誰 紅一紅 抄著 對啦 還是有少女的啦 很準確啊 OK 所以只有杜德偉嗎 嗯 我從小就還 所以如果泡泡泡泡泡 妳怎麼樣 我有碰過她一次 可是我緊張說不出話來 妳有參加過她的前穿會等等嗎 是沒有啦 其實就 我記得有一次她好像 有上我們公司的娛樂新聞 然後上了以後 我那時候剛好 好像 就是未戲宣傳 然後下午就回公司換衣服要回去 結果人家跟我說 今天路德偉像是誰 我就興奮不得了 衣服都還沒換完 就是可能穿牛仔褲 高分鞋還沒脫掉 然後我就趕快上了 然後 很貼心的製作單位 就幫我安排 就是獻花給她 真的喔 然後我就在她旁邊 我就緊張到說不出話來 所以就還是有保留那種 少女應有的那種特色啦 有啊 就不像妳已經都完全沒有 哇 我好像沒有靠學會這樣子耶 對啊 算 算了啦 妳拍過大頭貼嗎 有啊 有一陣子很愛跟姐妹去拍的啊 我們會出題目說 好 現在賤的 好 什麼歐洲模特兒 好 現在鬼臉等等的啊 我們是很愛玩一些幼稚的遊戲 等一下看看人家 真的少女現在還玩不玩這種東西 妳知道人家花多米要去哪裡嗎 哭著看明目張膽了是不是 對 我們這下一位比她還要年輕耶 我們跟她會聊得來嗎 試試看吧 好 我們歡迎沈建宏 來 沈建宏是嗎 來 沈建宏是嗎 沈建宏你幾歲 我今年13歲 是你八年級生吧 對 八年級生 妳今天 妳最近才畢業是不是 嗯 最近從哪裡 三從那邊 國小畢業 下學 然後妳接下來就 接下來可能就是唱片吧 所以就一邊當學生 一邊出唱片 那妳的偶像是誰 我的偶像喔 我第一個偶像是王力宏 對啊 因為我小的時候很多人都說 我長得很像王力宏 然後我就覺得 那時候才慢慢開始就是 喜歡王力宏 對啊 然後第二個咧 第二個是我覺得周杰倫 我現在覺得周杰倫很好 因為我覺得 她多才多藝會就是 自己作詞作曲 還滿喜歡她的 對 妳今天很認真在回答她的問題 她很認真啊 很多才多藝什麼等等的 那種很認真的名詞都出來了 我覺得我們節目好像是亂七八糟 妳可以亂講 沒關係 好 當國小學生 沈建宏遇上瘋狂媽媽小S 沈建宏 你在幹嘛 為什麼要適合媽媽 你為我媽媽遇到 所以你要適合媽媽嗎 所以你不會媽媽 所以你不會媽媽 那為什麼要適合媽媽 媽媽你做錯了 媽媽對你不好 是不是還是我管太兇 還是說我太煩還是 你幹嘛 你幹嘛 可憐的神經紅玉上瘋狂的小S 即將受到什麼更大的驚嚇呢 康熙來了 所以你最喜歡看什麼卡通 卡通喔 我最喜歡看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 來解釋給我聽什麼是火影忍者 應該就是一個忍者會跑來跑去吧 嗯 差不多 然後救人什麼的 殺壞人 嗯 差不多 不是嗎 你有在看火影忍者 對不起 等一下一直 我還要買 我這個老師在看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只要來看到美麗很不爽 你才看火影忍者 真的 那個片子 各種人有超能力 然後可能功能不同 他有買火影忍者的道具 那個標是他的是不是 飛標 你跟姐姐講一下你在幹嘛 很多忍者他們就是這樣咬著有沒有 然後這樣施這樣發射 然後我就覺得很帥了 對啊 然後他就射那種飛標之類的 哦 所以你就會在家玩自己是忍者的遊戲 會 有時候會 有時候無聊的 所以你會真的把這個標射出去嗎 可能會 有時候就是 就是找一個目標 然後看可不可以練習把它射 假裝是在家裡 就你大概會怎麼玩 怎麼玩 就 假如他一個劇情 然後就是 主角嘛 他可能就是用什麼 影分身之術這樣子 然後就 所以你一個人 一個人分飾兩角是不是 對 也可以 然後就 找我是敵人 然後就打 然後就 自己在那邊演 不好 對啊 分身之術 然後就有很多分身在那邊擋 然後就 被打 那這遊戲可以玩多長 是嗎 因為自己玩到高興就好 有到差不多十五二十分鐘嗎 沒那麼長 對啊 十分鐘以內結束 嗯 那會不會就突然跳脫說 我在幹嘛 我就是 我在幹嘛 就覺得還 對啊 有點害羞起來了 嗯 對 那從來沒有就你在演忍者的時候 媽媽把房門打開嗎 嗯 有時候會 她就說 你在幹嘛 就可能會踩在床上那邊跳 怎麼在幹嘛 怎麼床很貴 怎麼會亂跳亂跳 我覺得你 罵一頓 你跟他聊這個 神經真的很適合 從廚房裡面 拿鍋採出來 她想這樣 你讓他 你拿飛票要丟我們的斑馬 看你可不可以丟走 然後媽媽 媽媽要從廚房出來罵你喔 學姓弟小姐 學姓弟小姐 想見囉 你在幹嘛 為什麼要射馬 我 射馬 我不知道耶 那個馬在那邊有熱到你嗎 沒有 沒有 那你心裡想什麼 心裡 就想射馬 為什麼要射馬 為什麼不射牆 或者是桌子 為什麼射馬 因為 因為 因為我媽媽射馬 所以你要射媽媽嗎 所以你不會媽媽 那為什麼要射媽媽 媽媽哪裡做錯了 媽媽對你不好是 還是我管太兇 還是說我太煩 還是 你告訴媽媽 媽媽 你告訴媽媽 媽媽哪裡做錯了 媽媽哪裡做錯了 你怎麼發展出媽媽的戲嗎 因為媽媽也想紅啊 可是一直沒有機會啊 經紀人只簽她 不簽我 你剛剛標都沒有射中 對啊 什麼 你練了半天練到哪裡去了 就 可能無聊練一練 那這是你包包嗎 對啊 這是小學生的包包 其實現在很多小學生 有時候也會在那邊比數包好看 可以這麼free喔 可以啊 那 所以 學校沒有規定要背哪一個包 沒有 所以你是怎麼背法 也是斜背嗎 斜背 我覺得 放長會比較好 會比較感覺就是比較好 我覺得男生放長比較帥 女生放短就可愛 我覺得男生背短非常怪 對就是覺得好像是 有點 裝可愛 或是窩囊的感覺 然後 裡面都要給媽媽檢查 好 怎麼了 幹嘛帶十個保險套出門 你用得到嗎 你這樣跟小學生講完 講保險套幹什麼 因為他長得太像大人了 我都不覺得他是小學生 飛機胸八貓 超冷笑話大集合 這跟麻醬一起同工之類 這比麻醬要像小孩一點啦 最新麻醬入門太老氣了 你可不可以看年輕一點的麻醬去 好啦 所以你又 那已經是最新的了 我不是講到那個 我那時候買一本日本翻譯過來的麻醬指南 不要五秒老人讀的什麼麻醬指南 好啦 所以你口袋有很多冷笑話可以講嗎 嗯 可以啊 好 來來來講幾個聽聽 好 就是有一天嘛有一根火柴 他覺得頭很癢啊 於是要抓一抓然後他就著火 這我聽過了 這很好笑 你再一個公明我覺得蠻好玩的 可是我聽過了 好 再一個 有一隻蜘蛛啊 走過一堆石啊 他用幾隻腳走路 八隻啊 錯 不知道 六隻 為什麼 因為有兩隻是塞住鼻子 這好像也聽過是不是 沒有 這很新的 還有一個 水餃啊 他到底是笨的還是聰明的 水餃 聰明的好了 錯 笨的 對啊 為什麼 因為殺水餃 真的啊 原來水餃好笨喔 對啊 我怎麼覺得他看起來還蠻精明的樣子 我覺得水餃龍心機很重啊 所以這個書有提供你靈感 可以學一些文笑話 所以是什麼下課之後大家會聚集在一起嗎 嗯 我比較喜歡講冷笑話 然後大家都還蠻喜歡聽我講 原來是喜歡講 所以才這麼勇於嘗試 所以你講完 意思是說剛剛如果我們鼓勵你繼續講下去 你還要一直講就是了 嗯 其實還有很多 只是一時想不起 那我們的反應沒有很熱烈怎麼辦 沒有很熱烈喔 就換一個啊 所以講冷笑話這件事有讓你 被很多女生喜歡嗎 嗯 其實還好 我覺得 那應該平臉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靠冷笑話吧 沒有就是又帥還會講冷笑話 這女生已經夠愛啊 因為現在那種冷漠的帥哥已經不流行了 對不對 嗯 包包裡還有什麼啊 包包裡有 我覺得我鉛筆還蠻妙的 香蕉 對 所以香蕉人好不好 香蕉人好不好 嗯 香蕉人好不好 香蕉人好不好 不是我在日子的嗎 許麗 你如果沒有潛意要接 就不用玩玩 你自己要發展 不是這樣 香蕉人好不好 好啦 這還蠻可愛的啦 對啊 還有什麼包包裡 還有什麼space 還有 可能就一些遊戲吧 就有什麼 電動嗎 什麼對 什麼gameboy 什麼之類的 是在課堂上面會玩嗎 嗯 可能是下課偷偷躲在廁所附近玩 之類的 對啊 為什麼下課了還要躲 就 怕被老師看到然後會沒收啊 是不能帶著去學校是不是 對 然後就偷偷躲 所以就弄成靜音然後在那邊玩 對啊 然後還有就是 PSP 也是電動嗎 對 也是因為綁不完耶 對啊 玩遊戲就夠你們了 所以從來沒有被老師抓包過 很少就是 你給那個姊姊看一下 給亞族看一下 喔 亞族這才是年輕人 玩的東西 對 不要再看最新麻將入門了 你為什麼不玩遊戲 玩 可是我也不知道從何玩起啊 就是 所以無法進入年輕人的世界是不是 也不是 就不知道怎麼開始 就像如果今天要 叫他開始看麻將書 他也不知道從何看起 嗯 只是因為你太早接觸麻將已經很熟了 就我可能先接觸麻將比 遊戲早 然後麻將已經 對來打魅力 他已經先佔據我心全部了 所以我對這個就比較沒有興趣 所以你有沉迷於譬如說一邊聽音樂一邊看麻將書嗎 沒有 沒有 就是安靜地研究麻將書 應該是拿口水沾書葉 是吧 沒有 在煩飽 這邊會嗑瓜子吧 偶爾 好 所以 你知道 沈天鴻比我想得開朗一點 是不是他還沒有到那個 音域的 對 你還不喜歡耍冷漠是不是 其實還好啊 你現在是13歲 然後你已經小學畢業 你快要變成中學一年級的學生了 所以你已經可以開始交女朋友了吧 可以啊 應該不行吧 公司好像有規定 公司有規定 都什麼年代耶 暫時 暫時就是覺得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 以事業為重 真的嗎 不要老大人講這種話 對啊 人生各種色調去嘗試 現在有沒有喜歡的女生 講這種話 嗯 應該算沒有了 來測試他一下 好了 沈天鴻這邊三個女生 哪一個是你喜歡的 在一起 小S竟然當眾調戲 幼稚的沈天鴻 小S謝謝你 小S謝謝你 你發什麼抖啊 你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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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康熙來了 這邊三個女生哪一個是你喜歡的類型 類型喔 對哪一個比較接近 各個的優點啊 其實我個人滿喜歡就是那種長頭髮 但是我覺得短頭髮女生也有些 你不要面面俱到 對 好 真的 藝人就是這樣 對啊 你叫我一個牛郎 你知道嗎 阿姨是我也喜歡他一個 然後叫做牛郎 你先找這三個哪一個最像你喜歡的類型 應該就是 是演員嗎 對長髮 好我們先長髮 那是劉皮人還是楊雅筑 這兩個哪一個 嗯 應該是 像那種甜美可愛型 甜美可愛 兩個都甜美可愛 一個比較雙眼皮 你應該比較單眼皮對不對 嗯 你喜歡哪一個 你們兩個都雙嗎 兩個都內雙 不會傷到人 因為這年頭大家都有自己喜歡的東西 好 一個比較肉多一點 一個比較 好 一個比較豐滿 喜歡肉多的還是骨感的 肉多的吧 沒有 你剛剛還是一直你知道 不好意思選的時候就一直在看你 真的耶 兩個都很漂亮 謝謝 所以他根本眼裡沒有我 他根本也有故意到轉髮的心情啊 對 好K 我自信心很強的 那小孩子姐姐呢 你把他怎麼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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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是骨感 他不喜歡骨感 我骨感的短髮 不是你的style對不對 對 完全的 可是你看他很辣耶 你看胸是胸 腰是腰 這樣不會加分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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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剛剛可能對他們的作品不是那麼熟悉喔 我們先看沈建宏的作品 沈建宏的作品 沈建宏的作品 再回來拿 這是爺爺說的嗎 不是 這是我自己說的 小鬼 那你可以做主嗎 哎呀 我說可以就可以啦 跟乒乓社比賽 比賽 比賽 小朋友 你為什麼要跟我們比賽 想知道的話 先打贏我再說吧 我來 你是誰啊 我是社長高橋 我去看看你們兩個活兒 幹怎麼樣 我去看看你們兩個活兒 幹怎麼樣 哎呀 你會演耶 所以你演戲有面臨到什麼瓶頸嗎 在幾歲就面臨瓶頸了 你最怕演什麼啊 最怕 哭戲 哭戲 我覺得哭戲 還沒問題 還蠻難演的 會哭不出來 有時候真的 就是完全沒辦法投入 然後就完全哭不出來 你有在拍戲的時候 被那些大人欺負過嗎 大人喔 其實大家都很疼我 因為我在裡面年紀最小 好 我們也有楊雅筑演戲的片段 讓大家觀賞 你流汗 所以你健康 但除了水 汗水也帶走了 那假鈣梅 本店簡直 回來了 吃飯嗎 來 你簡訊是Send不用錢的喔 哈哈 我有愛Send601 簡訊怎麼Send就是不用錢 你在Send啊 你在Send啊 愛Send 你剛剛在她的廣告 很可愛 你在廣告裡面 大概被設定為幾歲啊 就是15嗎 就是差不多現在這個年紀吧 不一定欸 我剛剛那個愛Send 她是說20 喔 就是姊姊跟妹妹 其實那個妹妹她比我大 真的喔 妹妹那個人比你大對不對 小潔還比你大喔 對 小潔比我大 對 小潔跟我 小潔跟我同班 你通常如果碰到像16歲的那個 像Sweetie這樣 會叫他們姐嗎 會叫什麼演員姐 還好欸 因為差距還不是很大 她的話你就叫姐 當然 也不用 我也跟你差很多啦 所以見識到演藝圈的一些現實面了嗎 或黑暗面 有了嗎 有了 是哪一種類型的 是哪一種類型的 不會現在要哭了吧 沒有啦 但我覺得讓我比較 比較沒辦法 當初比較沒辦法釋懷是 就是沒有童年這回事 所以我自己已經覺得我好像沒有 就像 因為你名上麻將 你就沒有童年啊 自己自己搞的鬼吧 可是也沒有辦法 是哪一種這麼嚴重嗎 是工作太多是不是 對 然後沒有辦法跟上同學的腳步吧 你幾歲開始當明星 就國小畢業 13 就開始先拍廣告 所以跟沈建宏一樣 對 他應該還蠻早就出道了吧 所以沈建宏你會 你幾歲 我是他這個時候才出道 嗯 你是 我好像是 九歲吧 九歲 那你會覺得自己沒有童年嗎 有啊 多多少少 會 可是他剛剛都還蠻童年的啊 對啊 冷笑話跟那個玩劍都 還有忍者啊 對啊 你童年還是有的啊 還在 就繼續吧 對 所以你會因為沒有童年而 因為我幾乎沒辦法跟同學聊天 沒辦法 覺得他們太幼稚是不是 這是聊不來 因為你問他們說 拼哪一張牌 他們大概打不出來 拼258萬 那是很會難的 不可能吧 就是 大家可能抽屜下面打開來看 就上課打開來看的是漫畫 小說 對啊 那我可能就跟他們比較不太一樣 你看的是麻將書嗎 你真的是少數 那真的問題是出在你身上 跟演藝卷無關 這跟演藝實驗沒有什麼 對 可是一方面沒有 沒有時間跟同學相處 對 所以反而學到大人他們打拍 然後開始有興趣 那火影忍者有看嗎 那這邊有火鳥啊 在有印象中到底叫火鳥 有嗎 有火鳥嗎 沒有 沒有 所以你最愛看的節目是什麼 更新來了 想真的啦 真的啦 真的嗎 我很喜歡看對壇節目 那很有深度啊 你這樣 對啊 看現在很有深度 好啦 可以介紹是不是 對 就是可能會來就是拿他們自己的資料 然後 就是 很抱歉到你很不好意思啊 我就明明不可能會當藝人的 就是不好意思說 可是又好吧 那就收起來 那就還是轉交 對啊 他今天還戴塔羅牌 塔羅牌 塔羅牌也是你的 我跟你講他是沉迷於賭劇的 對不對 你只要是牌 對 未知 牌就是好的 對不對 就是未知 所以麻將 撲克牌 塔羅牌 你都願意試試看 對 所以今天你要幫我跟S算命 我要問說 以後我生小孩會生男的還是女的 生小孩 這個 你真敢 我是怕惹到這個人 我是可以知道生小孩 就是你可能對於生小孩 的一些狀況 就可能他健不健康啊 或者是你的心態 可是我沒辦法算出他是男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解釋 我還沒有鑽研到那個部分 他對牌的解釋只能很模糊 不能很具體 好啦好啦 健不健康啊 乾性 大多數的時間都鑽研麻將 但是麻將沒辦法表演 為婚姻會被持久 這個可以 好 這個代表是現在 然後這是過去 這是未來 好 戀人 現在是戀人 戀人牌 他的意思 很幸福 很完善的一個 關心 不管是感情 婚姻還是健康 反正就是一個很完美 很幸福的狀態 所以現在就像我是這樣子 對 好 那恭喜 接下來呢 要看一下未來 一過去就不用管他了 對 什麼叫做 啊 我這樣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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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未來 這是未來還是過去 我真的有碰過這種狀況 這是惡魔嗎 惡魔不一定是不好的意思 對啦 可是就是 我覺得我來解釋 未來好了 就是說那個 西蒂 你看你當時的那個 戀人的狀態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沒有穿衣服了嘛 可是背後這個神仙還有穿 就表示說 一切的慾望都還在控制的範圍之內 到未來的時候呢 就大家都脫光 我現在九十肉 我現在九十肉 就是說 你的肉欲生活會很快樂 對 然後 我們還有用東西練住 就我把老公當性奴隸 這樣聽起來還蠻刺的意思 好啦 那不見得是不好的 不是啦 不是因為 你的算盤功力太不可信了 對 太好用了 而且看到了我 你今天 真的有嚇死 我們今天還太專業的人了 我今天有碰過這種狀況 真的 那請問你帶來的東西 到底有什麼可以想到 你是年輕人的 這是我平常很喜歡的青蛙 那個很少女啊 對 因為我看到她我心情就非常非常好 這是純箭筒 對 就是我今天有拿代表性 我平常就是 就是收集很多 對 可是我把它關在我的櫃子 所以你全部都收集青蛙 對 就是你有 但我只有青蛙 所以就是這個牌子的青蛙嗎 還是只要是青蛙就可以 沒有只有這個 所以你的人生大概就這樣對不對 對 就排排五秒鐘 妳有看過戀愛的滋味嗎 有過啊 有過 然後呢 幾次 兩次 在國中階段 所以初戀是13歲 對 同班嗎 不同 學長 社會人士 對 那個社會人士也太變態了吧 你13歲就跟一個二十幾歲的上班 不太多 七年級妹妹為何極其惹怒小S 銀棒 銀棒 1 2 3 銀棒 1 2 3 銀棒 不是作作的鬼臉 不是作作的喔 1 2 3 還是洗洗這邊 我現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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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跳什麼 距離 ee 康熙來了 assurance гр e jud 學第三歲就跟一個二十幾歲的上班族談戀愛嗎 sweating 還是他是導演 不是啦 就是工作夥伴 演藝圈的嗎 就是左右的 不會是走在邊緣的 就可能現場的工作人員 或者造型師 等等 然後咧他怎麼對你下手啊 其實我都是 第一個狀況都是不知道我的年紀 就是如果說我 一見面跟他說你好我十五歲 大家就有心防 可是沒有講 然後事後知道可能來不及了吧 就已經犯法了 不是想到犯法是已經愛上了 所以那個人 那個人知道你的年齡十三歲之後 他有立刻退卻嗎 就是想退卻啊 可是可能 還是有退卻過的 可是這兩個例子是沒有的 所以這兩個就勇往直前 是相愛是不是 他們兩個嗎 沒有 那你有提醒他說你這樣是犯法的嗎 當然沒有啊 誰會講這種煞風景的話 所以就很甜蜜的在一起 所以爸媽知道嗎 你贊成 第一個我是 因為第一次交男朋友就很不好意思 就不敢說 因為有天被我媽發現說我媽很開心 是喔 趕緊帶回給我看看 我媽很開心 對啊 那你十三歲的時候 對於十三歲的同學 不是 其他男生沒有覺得有吸引力 沒有 就是小孩對你來說 國小還有 國中就完全沒有啊 太幼稚了 我也不會說 就是 他們會覺得 就是 把女生內衣拉起來 然後彈回去 然後玩了好像 我這樣 等一下我出來一下 等一下我這樣玩這種遊戲吧 我看看他們兩個擺在一起什麼樣子 就好像姊姊跟弟弟啊 我早的才差一歲嘛 所以如果同年齡的男生 就會看起來比女生小啊 男生通常發育得比較慢啊 你們差兩歲嗎 一個國中便一個國小便 三歲 三歲 那 請問如果是這個年齡的男生 跟你搭訕 你就完全一點 懶得理他對不對 也不是懶得理他啦 就是完全不思考 好像跟大一點男生 比較對嘛 對不對 對啊他比較配年紀大的男生啦 所以沈建宏他承認了兩個耶 嗯 他又在抖 圍斗他的身體 你至少有一個吧 沒有 只是牽牽手的也沒有啊 怎麼可能 好像 有啦有一個 只是跟我告白而已 可是你沒有接受 沒有接受 因為當時我 也是算是第一次嘛 因為那時候其實 還滿緊張的 因為聽到這樣講 然後自己也會覺得 他講什麼 他講什麼 是下課的時候嗎 他好像就是 對下課的時候 然後我在洗手 然後他就突然跑過來 跟他講 跟我講說我喜歡你 然後就當時就 我有聽到 然後我就覺得 嗯 就很害羞 然後就 對裝作沒聽到 那也是搞曖昧型的吧 其實現在 我發現我同學很多人 其實喜歡搞曖昧 嗯 怎麼說 就是 只是說自己沒有男朋友啊 可是男生跟他玩的時候 他 譬如說男生拉內衣 你幹嘛拉我內衣 然後就追追追追 然後拉人家的衣服 對或者是 他把女生的法術拉掉 然後把法術 然後就是跑來跑去 然後女生會很心甘心地追 然後拿回他的法術 你說還來啦還來啦 對對 什麼那種 兩個人根本就是打情罵俏 對 對 對啦 我們那個年代也是這樣子 OK 所以寫天宏還沒有 看起來還沒戀愛過對不對 應該是吧 還是說是因為宣傳在這邊 也不敢講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所以你也沒有親過嘴 怎麼可能 你幹嘛親嘴 對你來說是很噁心嗎 啊對 有一次就是被一個男的親 就是我在大陸拍廣告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很轟動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走就走 然後突然有一個男的 把我的臉轉過去 然後就直接 轉過嘴上去 怎麼樣 怎麼樣 心裡有沒有很興奮 不知道 他長什麼樣子 一個三四十的一個男的吧 所以他讀了之後 你的初吻 好想吃 他就這樣 就傾一下 然後就 所以叫你早點接吻 你不早點接吻 你看就拖來拖去的 就這樣子 不過男生應該比 我把劉品顏抓到他旁邊來 我們換劉品顏 我以為是有機會拍到吻戲啊 劉品你現在如果看到他的眼睛 不要 要溫柔的看 要放電的看 看十秒鐘 是 他沒看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 為什麼都沒有要吻下去的樣子 就 好 那你隨著十秒鐘的進展 逐漸的 逼近 然後可以有一些 那我們就繼續聊天好了 我覺得他有恐懼的表情 有了嗎 你也有 真的嗎 你沒有覺得興奮嗎 兩個怕成一團 對 我們把肉直接送到面前來 這樣還沒有很高興嗎 沒有 就會怕 我知道 而且還沒有到那種 對愛情有興趣的年紀 差不多國中吧 真的嗎 小學生還在抗拒女生 我在想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不是明星 你也不會想要拉劉品妍的 內衣的那個袋子拿一下玩 不會 怎麼會 怎麼會拉人家東西 我覺得很沒禮貌 對啊 劉品妍有在學要背仙裙子嗎 有耶 而且是當藝人之後 是哪一種仙 他們怎麼仙 就是高中啊 然後就有那種 自以為是混混的啊 然後就走過一群 他就這樣仙 然後我就很生氣 就說 你幹什麼 然後他就講說 大明星不就是要給別人看的 沒有辦法嗎 沒有 因為我就不敢講話 然後就衝進去教室 然後我們家的 我們就不是我們家 我們班上有一個很壯的man人 就去打他 有打嗎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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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要學和平一點 你們直接講話 好我們要看一下Sweetie他們的作品 讓大家更認識 我對著我的手機 我對著我的手機 我心想我好愛你 你是兒子 讓青春都不能急 我想把你裝進去 在我的秘密日期 一點一點一點點點點 一字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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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就像是一場池 剩下慢慢你我不去 用的只為欣慌 也是直到天堡地勢 有點衝動 像是在美麗心目中 都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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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突然變得很成熟耶 這一次 其實也不能講突然啦 因為我們有兩年沒有發片 然後過程中就是一直在拍戲 對啊 所以耶 拍戲壓縮了我們的人生 就歷練了很多 所以在拍戲進場來幹嘛 不拍的時候 加睫毛啊 睡覺 對 真的是把握時間趕快睡 因為我們都會拍翻班 所以年長的偶像沒有追求你們 年長偶像應該忙著講電話吧 都死慧的啦 對啊都是死慧的 就是有5566還有183嗎 K1 沒有183 K1集體死慧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說的死慧是56的 是56死慧啦 K1那時候 大家自己的劇本都背不起來了 5566現在叫做年長的偶像 你跟他們比說年長的偶像吧 所以 OK啦 不要亂講話 好了 幹嘛 我想孫協志應該會生氣吧 K1會唸吧 你們都演誰的情侶 我都 我和鞋子哥 都是演一對 妳和鞋子哥都演一對喔 嗯 從西街少年到 可是你們大概差10歲吧 剛好差10歲 順鞋子一直拿出那種熱血青年的態度 跟你訓話吧 沒有熱血青年 是爸爸的身分吧 他會管你們有沒有貼胸貼這一類的 不是胸貼 就是比如說像剛才講的啊 就是如果要貼雙面膠他就會一直唸 如果我沒貼的話 就怕妳曝光 對 然後就是丁寧穿安全褲啊之類的 這一本是誰的 我的 顏心史 這裡面有他嗎 有誰 有啊 右邊這個啊 看一下 好清純喔 這個是我耶 右邊 旁邊那怎麼那麼像九孔啊 他是一個醫生啊 他說還好幸福 打馬賽克好 所以這個 通常會花到多少錢 一張是兩百塊 一張兩百 你說這樣一張要兩百塊 就是一張大概五六 五六張 有大的有小的 所以一天如果猛拍的話 可以拍到幾千喔 可以啊 這本是誰的 他的吧 這本是我的 所以妳有幾本 兩本 那這本呢 這是我的 小小的 但是真的就是大頭貼 嗯 所以表情就是少女人的紙張 湯熙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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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想好都沒有 永遠一進去就是緊張 就哇 哇 對 可怕 我每次看我表面的貼紙 照這個貼紙 我都好想揍死他們喔 可不可以請妳一架到 他們兩個的空隙去 就是那個嘴巴很細分很多啊 就那種 就是之類的 我看你們四個一起擺大頭貼的表情 好啊 是加入嗎 平常拍大頭貼的表情嗎 妳就要 妳就要彎下來一點點 跟他們四個湊在一起 我看 妳們是要擺同一種嗎 還是要各 都不一樣 好我們就各擺各的喔 好 先可愛版好了 好先可愛版喔 1 2 3 可愛 欸 CD很可愛耶 那還可以換什麼姓 淫荡淫荡 1 2 3 淫荡 我覺得養牙齒 妳做什麼 妳做什麼 嘴巴違章 妳哪 妳根本臉那麼僵耶 妳做什麼 還滿淫荡的 妳呢 妳也淫荡 妳太可愛 妳這樣不行 好啦 傻脾氣的歐洲名模 好 1 2 3 來 我跟妳講 演員比較像傻脾氣的歐洲名模 我很兇 我看 好厲害喔 不是做作的鬼臉 不是做作的喔 1 2 3 雪莉妳自己操作的 不是這個 不是做作 妳剛才做作嗎 我之前做作的 我做得很可愛的 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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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做作的鬼臉喔 1 2 3 來 還是雪莉這邊臭 好醜喔 妳很醜喔 好醜喔 妳很醜喔 我也很醜耶 我也是 我這個 妳去死 真的 我都被捉醉 我都被捉醉 妳在裝可愛好不好 是這樣子嗎 好醜喔 沒有人看到人家真的弄得那麼醜 妳經歷了 我經歷了 很醜怎麼辦 就是這樣才好笑啊 那流落在外了 沒有 那是自己貼的啊 自己貼在筆記本上面啊 OK 你們為什麼能夠打敗學習地 就是十秒內落淚 也不一定是十秒啊 就是說該哭的時候會掉眼淚 所以你們兩個誰比較會哭 兩個 差不多耶 真的啊 所以現在就可以哭嗎 所以你們兩個需要講台詞嗎 還是直接就可以哭了 其實聊天的過程就可以哭 好 是的 所以你們已經推出新專輯了是不是 是的 是幾月幾號 17號 新專輯的名字叫做 17歲不溫柔 走什麼路線 就是 應該是變得 Sweety就變得比較成熟 我覺得 我覺得差最多的地方是啊 就是它因為17歲 很多人會有既定印象 所以可是17歲 其實你不一定要很可愛 或是很一定要那麼的Sweet 就是你可以有 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想要做 自己要做的事 已經落出來了嗎 很厲害耶 這兩套 爺爺爺有哭出來嗎 已經滑到這了 我覺得我很相信耶 你們 你們怎麼做到 你們在跟我們聊很無感情的話題 竟然能夠落淚 我不知道耶 你們在腦子裡跟自己講什麼 其實我覺得 對就是 眼淚該來了 這樣 我想要拿這本是什麼 嗯 畢業證書 就是畢業紀念冊 紀念冊 對 裡面都是小學生耶 不然 哈哈 你以為他騙你的時候是小學生 不是其他小學生都看起來很幼稚啊 嗯 對 可能是拍照車 對 所以他們 有些人私下是 就是還蠻成熟的 很成熟嗎 對 今天最後是沈建宏要表演 哦 他也要表演啊 沈建宏你要表演什麼 我要表演跳舞 來沈建宏請他中間 謝謝 好不錯 好不錯 滿活潑的 謝謝 很高興你們今天來玩 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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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大王 連聽覺 視覺都要照顧到 對 那 面膜是必須要 你的男友要容忍的 算容忍嗎 我覺得保養是美的耶 他男友也被他救了啊 他男友他也幫他男友敷臉什麼的啊 算了 其實我講出來 男友跟你一起敷臉啊 他是走性格小聲路線 我們不要講他敷臉吃 你們兩個可以跟他一起敷臉啊 也沒有啦 好啦 是我 是我看錯 是我看錯 好像是送披薩來就這樣 你前來沒有厭倦過說今天好累哦 就倒在床上睡著 也有過 但是隔天就要再彌補回來 那 萬一真的拍戲拍到很趕 中間只能睡2號吃 怎麼辦 一樣要敷臉啊 而且他頭髮的保護非常非常的極端耶 他頭髮是不准別人這樣子 比如說 對 不能亂摸 聽說如果男生要 男友要敷臉